完全不記得我走到哪裡 但是我在高速公路被人家扒了很多次 然後我趴在一旁那我就停車 那我有一個那個我們光廟裡面 就是我們館裡面給我的一個神醫 然後我要下車的時候 我就拿藥索 小神醫不用掉在地上 我也沒有理會他我就下車 可是我從駕駛座走到車頭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不對 我應該進去把神醫撿起來 然後我就再開了車門進去 撿起來還沒掛 然後那個水泥攪拌手下 這真的滿懸的耶 感覺比較靈異耶 老師說 說什麼 今天要說的是其實 國內呢大家都很相信這個 比如說宗教啊或是一些這樣 然後什麼事情就要去算命 其實呢這個傳統算命市場 聽說是有50億的這個上級 不要得罪女人喔 我說很好很好 我也我對我非常尊重 那就是因為有些人太喜歡算命 但是才會導致他另外一半覺得有點困擾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我特別去問我的好朋友 因為他們號稱台灣算命二人組 OK 那我今天呢 應該是兩個人要來 可是因為一個已經現在很忙了 還在算 喔不 正在算 對 就推薦了他的二人組的搭檔來喔 所以今天要介紹天團之間 要先介紹這位算命二人組 是 從北到南從西到東 沒有他沒去算過的 OK 各個派別 從勢力2.0到完全 看不見的 都可以 他都算過 OK 好不好 從摸頭到摸肉到摸骨 他都摸過 真的假的 OK 好不好 今天需要他在一下 天上也算過 人間也算過 地圖都算過的 OK 天地人他都經歷過的 好嗎 OK 我們樓仲掌聲歡迎 汪友恩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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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比算命老師還厲害 把我全身都算透透 真的 我跟你講 他光是講他的算命經驗 他大概可以騙一年的通告 真的假的 對 這麼喜歡算 這一講算過幾年了 20年有吧 從我認識你的好朋友之前就開始 所以有 有 絕對超過20年 命不會越算越薄嗎 而且很多算他命的老師 已經沒命了 他還在 那不會 我懂 OK 他都命真硬 OK 好 所以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有 這邊是我們算是比較 愛算的一些 我們的明星天團 歡迎各位 天地姐 歡迎各位 所以這邊呢是 這是什麼 這是因為他們 另外一半非常愛算 導致他們有很大的困擾 喔 就是經常要配合 算命師的 放粉筆 放木炭 放銅錢 放風鈴 對不對 掛鍵掛銷 掛了 對 就是這些 好不好歡迎你們來小亮哥 明星哥 謝謝 歡迎 汪永和老師 已經叫他老師了 對不對 謝謝啦 汪永和達人 今天是算命達人 對對對 好 他隔壁這位是 命理師王岐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好 好 馬上進行我們的男人老實說 OK 好 小亮哥沒有玩過 來來來 有請 到前面 第一題 被勾人為演藝圈的模範夫妻 但你敢發誓 從結婚到現在 從來沒有任何一刻 後悔娶了林姿佑嗎 有 這蠻實在的 你最怕的是老婆還是媽 OK 算命師給你一張符咒 可以讓老婆的身材 變得火辣 還是變得百依百順 你要哪一個 百依百順 好 那真的受了很大的這個牙迫 都是實話耶 OK 很少在這個單元沒有被揍的 對啊 為什麼你講的我們都覺得相信 專家在講 一個人從結婚到這個 超過30年 他的 腦袋裡面想離婚 絕對超過1000次 我已經是200次了 我還有800次的機會 蠻實在的對不對 OK 好 好 那 鳴熊 鳴熊哥 第一題 如果在你家巷口 遇到你的女兒跟男生熱吻 你會怎麼做 打電話給我老婆趕快來解我一下 打給老婆 我又是打給男生 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可能會比女兒還要緊張 第二題 你覺得演藝圈中哪個原住民講話最不好笑 應該是我吧 我就是這個笑話 這個太虛偽了 對啊 好 請問 算命師說五年不得跟老婆刑房 演藝事業就能衝上高峰 你願意嗎 我當然不願意 我要老婆姓房 OK好 真的人 真的人 來 請問你們有因為算命而改變自己醫生的經驗嗎 有的請舉圈沒的請舉叉 來舉一下好嗎 請他 改變自己醫生 改變醫生 非常篤定 哇 嗯 Devi姐妳的經驗是 我是因為去看了一個前世今生 因為我常常喉嚨會出狀況 然後呢我就去一直覺得很奇怪 喉嚨怎樣了 就是常常 我之前身帶長繭 然後我開完刀之後 有一陣子好了 可是還是常常就是一工作一緊張 聲音就沙啞 就沒有聲音 我就一直覺得很怪 我就看結晶今生 我就去問那個 會通靈的那個女生 然後他就很有趣 我們是一群十個人去這樣 他又在那邊 就這樣手在那邊一直翻 一直翻 翻 翻 他又跟我講說 你這是因果 我說是為什麼 他說 我曾經是 觀世音菩薩旁邊的 金鴻玉女旁邊的玉女 一直就說我是仙女 我是仙女這樣 你在笑什麼 然後呢 我因為看到人世間太苦 然後呢 我就忍不住 我就 起心動念是好的 可是我採取一個很不好的動作 我就去偷了觀世音菩薩 他的那些錢財 我把他變成錢財的時候 我就來幫助人世間的人 然後我聽到這的時候 我就爆哭 整個這樣哭到一個不行 是那種 是那種 抽葉的哭 就是那個錢幹嘛給別人 自己不留著就 我不知道耶 我就一聽到這 我那個眼淚就噴出來 是哭到這樣是這樣 然後我就只問說 我說 他有沒有原諒我 然後那個通靈的那個 那個仙姑就 也笑笑搖到頭說 你也不是做真的壞事 因為你的傾心動念是好的 他說那既然你覺得人世間這麼苦 他就把我扁到這個人世間 然後去嘗試一下 這跟他喉嚨痛有什麼關係 對啊 這目前還沒聽 好啦 加快速度啦 後來我變成人世間 我就變乞丐 變乞丐之後呢 然後就很苦很苦 又受不了了 然後呢 那個時候 我這一世的先生是藥房老闆 他一直幫助我 就一直在他藥房前面參風露宿 後來我又用了一個不好的方法 就是我偷了他的藥 我又偷了他的藥 你太偷耶 對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我這輩子的功課 就我又偷了他的藥 然後我吃藥自殺 所以我是吞藥 所以我那個藥是燒到我的喉嚨 哇 所以引發你這一次會這樣子 那看完這個之後 你的喉嚨就好了嗎 然後後來真的 我後來知道了之後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知道你這輩子的功課是什麼 然後我真的跟大家講 我真的從小喔 我小時候會偷我媽的錢 然後我長大 我念小學的時候 我偷學校的考卷 然後我真的只要去那種超商 或者是一般的那種藥妝店喔 我第一個我都會先看那個 那個監視器在哪 然後我馬上就會想說 喔 這個死角 東西一拿一定沒有人知道 我真的都會這樣 可是我真的 就是會想要偷 很奇怪 然後那後來 我就知道說 原來我上輩子是這樣 所以我這輩子千萬不能夠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我鞋子被偷走了 好 沒有啦 在下面 不然這樣 我真的就會很習慣想要去 有那個順手牽羊的那個Fu 梁宥男了 真的 我那時候是去算了一個算命老師 他跟我說我有一個車關 可是不管老師說的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我就是提醒自己凡事小心 那我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大概 今年三月份 因為我在拍戲 可是你知道每天這樣拍 就是八點檔常常會睡眠不足 我有一天收工的時候 我開車 我每天固定從戲子回永和 同一條路每天走 但是我那一天在攝影棚的時候 我精神狀況就非常不好 那一場戲我恩基了大概四次 我就是沒辦法記我的台詞 然後我要從二樓走下來 在那二樓樓梯上面就是那個梅莉亞幫 我可以蹲在那裡就睡著 然後梅芳阿姨還跟我說你小心喔 我說好我有小心 叫我喝咖啡我也喝了 就是沒有辦法打起精神 然後那一場戲錄完我收工回家 我回家錄每天走 後來我完全不記得我走到哪裡 但是我在高速公路被人家巴了很多次 半夜凌晨三點 然後下高速公路走基隆路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後來我開到一半之後 我就停車 我就停下來 然後我下車的時候 因為我有宗教信仰 那我有一個那個 我們宮廟裡面 就是我們館裡面 給我的一個神醫護身符 我就掛 通常人家都掛在上面對不對 後照鏡 我沒有我掛在那個 那個煞車 那個那個方向燈的那個桿子上面 那就掛著 然後我要下車的時候 我就拿鑰匙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弄掉在地上 那我想看一看 嗯好 我也沒有理會它 我就下車 然後我下車的時候 我車門一鎖 我就看 欸我 我完全不知道我人在哪裡 這個地方 我打賭我這輩子沒見過 然後我一直覺得很好奇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是 我要去出外景 還是我要回家 還是我要去哪裡 那個時候 已經完全不知道 我只記得 我那天穿短褲 還背著包包 我想不管 我車門一鎖 我就走 可是我從駕駛座走到車頭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 不對 對 我應該進去把神衣撿起來 這樣好像大不盡 然後我就 再開了車門進去 因為我那天穿短褲 通常我們開車門撿東西是 這樣子撿起來對不對 這隻腳一定在車外 對啊 我那天要彎下去的時候 我想說 欸穿短褲 把腳收進來好了 但是我門沒有關喔 就是靠過來 我就這樣彎下去撿起來 撿起來還沒掛 這過程大概兩秒吧 衝衝 兩車有個水泥攪拌車下 我想這什麼地方 為什麼會有水泥攪拌車 結果你知道嗎 基隆路要往永和的方向 通常要往永和不能 不能從基隆路這裡上 一定要過公館上 那這個引道上來是往金美 我居然車子開到上面 打橫著停 打橫著停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你停在那個快速道路的橫著上面 對 那 什麼 我橫著停 然後那個車子下來 其實 不管是我車停 或者是我人走出去 肯定只有一個字 那時候整個人是清醒的 我一看我是在那個引道上 是往景美的方向 那個方向 我要回永和是不能上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那個地方是哪裡 我那當下子完全傻了 當然老師告訴我說有車關 我有記住這件事 可是我在想 如果要不是因為我有宗教信仰 覺得那樣子對神明大不敬 不回頭來撿那個 我就直接這樣走 還是被撞死 如果我的腳在外面也是被撞斷 所以 這還蠻懸的 這是真的一件事 感覺比較靈異耶 沒有 我也覺得好像撞鬼的感覺 大概什麼派別會判定 什麼車關水關啊 這個齁 達人歸達人 通常是公廟的才會講這個對不對 對啊 通常好像是比較 鬥家或者命理老師 有的老師就會 一般的命理學老師也會講 對 命理都會說 八字的也會 八字也會講 流年也會講 對 流年也會 對 流年也會 OK 好 那甄莉呢 那我的部分是改名字 就是媽媽去算命的時候 可能就是拿我的名字去看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她講說 那你女兒真利 那個利 因為我原先的利是王子彭 一個利益的利 然後她就說這個名字不好 這個一定要改掉 如果不改掉 我保證她 37歲那年會遇到車禍 然後腿會斷 你們可以試看看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是30 那時候我30歲 然後就7年後嘛 那媽媽就說 那幹嘛跟她驗證 就改啊 改名字沒差 那我媽說要改的時候 我有過去問那個老師說 改了就沒車關嗎 改了腿就不會斷嗎 她就說不是 改了還是會有車關 只是說可能會讓你大事化小 然後就是用最輕微 可能你本來是斷腿 你可能現在只是擦傷 或是怎麼樣 她就是說會類似像 像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後來我就說好 那就改 我說那其實改了這名字 你還可以保證我怎麼樣 他說除了避免車關 你的就是人生會 就是後面會更順利啊 會更好這樣 可是改了以後 沒有通告 整整一個月 沒有通告你知道嗎 一個月 一個月 整整一個月沒通告 那你知道那時候很神奇 就去問她說 不是說改了會更好嗎 為什麼整整一個月沒通告 她說 所以也就是那一年 我改完名字後 我就走了 世界第二歲有沒有 開火鍋店 一直到現在 對 那37歲就平安了 那37歲就平安了 當然也有出車禍 不過那就是賠錢了 是人沒事啊 車子有撞壞 所以真的有喔 對 真的有 其實我覺得 她不用講37歲 每年都有啊 每年 誰都會有機會 也不是別人撞妳 就是妳撞到人家 可是我覺得這 都是會有車關 只是妳自己有沒有小心啊 對